他开记者会的时候就批评了 台湾现在的教科书怎么回事 克刚与教科书有关钓鱼台的内容 要么过分简略 要不就是软弱无力还自施立场 他就说赖清德在总统辩论会上 在意主权让步的问题 那他就要问 对钓鱼台主权有什么想法呢 克刚都看不到钓鱼台相关的讨论了 公民课本也看不到鱼权生存权 台湾尊严的探讨 而且他还说他给学生出作业 那我们知道他是北域尼的老师 结果有学生从网路上搜资料 把钓鱼台写成是日本的 让他质问这样的答案 是不是让人很错愕呢 究竟谁造成的呢 在2022年其实呢 就有钓鱼台教育协会专员表示 国小社会科国中地理和历史课本 在列举我们的里岛领土时 不仅遗漏钓鱼台列语 也没有说明钓鱼台主权的严格 内文略提到描述也过于中立 说可能是我们的 也可能是日本的 这就是我们要学的教科书 语重心长 因此今天老师要问赖清德 你能不能够好好的提出一个解释呢 蔡伟源 赖清德怎么可能提得出解释 赖清德你看那个法型 就是日本人的法型 他怎么改对日本人呛销 你只要想一件事情 当年台南是发生大地震 围观大楼倒闭 倒塌的时候 需要很多国外的一个救援队的帮忙 日本人来 他开档热热的迎接 然后中国大陆要派救援队 他拒绝 说我们不需要中国大陆救援队 然后日本救援队来 他是危险的地方 我们不进去 那稍微被媒体报导 就修理媒体 日本是赖清德的老爷爷 得罪不得 他怎么敢去质疑说 哎呀钓鱼台不是日本的 他绝对不敢 所以我觉得欧贵之老师 弄错对象了 民进党从上到下 都认为钓鱼台是日本的 这一点是一个 共识 几乎就是民进党的共识 他只是不敢讲渔权的问题 因为渔权怕得罪渔民 所以他不讲而已 他是故意模糊 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去认为 那个钓鱼台的领土 是属于不管叫 中华民国台湾 叫台湾共和国 叫中华民国 他都不是 这还用怀疑吗 那这个不只是民进党这样想 充斥的网路上 很多民进党人的调性 也是如此 那你这学生到网路上去查 那学生当然都以为 网路上讲的是对的 到今天为止 不要讲说民进党 国民党也 到现在有人敢讲说 琉球不是日本的领土吗 没有啊 琉球如果不是日本的领土 对不起啊 掉下来怎么会是日本领土呢 我公开讲啊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琉球是日本的领土 到今天为止都没有 所以赖清德也不用说 更不用说了 因为他的行动 已经表现出他的态度了 好来 这个也请导播 给我们看一下下一张 今天呢 我们当然有很多的 选举的话题相关 要来讨论 不过呢 这个问题就一定要请教一下 介大使了 我们知道呢 这个外交部长吴钊燮 很努力地接受外媒的专访 那现在尤其是选举要到了 所以是不是正好要敢进度 这样的话才有助于拉抬选情呢 他是说 这是接受经济学人的邀稿 题目是 即将来临的台湾大选风险何在 他特别呢 就谈到说 大陆意图破坏台湾民主体制 透过台湾测试威权版图的影响力 呼吁国际社会严防大陆戒选 而台湾政府正在采取措施 以反制中共的干预 正在记录相关的经验 选举结束之后会发布分析的结果 你看不要说是英国卫报 在这边称赞萧美琴 台湾占猫肯定他之外 虽然吴钊燮也在接受外媒的访问时谈 大陆是戒选中共介入台湾的选举 还说我们正在分析 我们正在整理资料 然后等到选举结果之后 揭晓之后 我们就要把它公布出来 这个等于就是什么 就是用各种的方法来告诉大家 不要说是告诉台湾人了 还要告诉的是外国人 外国媒体 中共在戒选 戒大使 其实民进党最三次 这三次的选举 基本上大概就是三个主轴 最近三次的总统大选 第一次就抗中宝台 第二就是芒果干 这一次因为抗中宝台芒果干 事实上的话不奏效 所以他就是搞就是说大陆戒选 大陆戒选 大陆戒选呢 他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要扶植侯康这个未来的台湾特首 来替他们来掌握台湾未来的政局 就是这样 所以事实上 民进党对于台湾这个选民的心态 是有掌握的 他抗中宝台不管用 那芒果 芒果干也不管用 老百姓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和平 要的是什么 不要战争 那他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那他就说这一次你们选举 事实上中国大陆是涉入非常深 到处借选 而且内部有很多的在地协力者 跟他们唱和 那么基本上 会借这个选举 中国大陆就掌握台湾的 这个内部的控制 离应外合 就是这个意思嘛 他们强调特首 现在也是啊 动不动就一直在讲特首 对 基本上他就是这个 这一次选举的主轴 现在看起来就这样 那会不会奏效 我觉得很离谱 因为被这种人玩烂了 有一位叫罗 姓罗的一位立委 把他玩烂了 自己的逃色纠纷也搞成戒选 那太廉价了吧 对不对 赵天宁那个是中共戒选 那个中共戒选 对赵天宁现在 在摩天伦上戒选 对对 摩天伦戒选 赵天宁还是不够老练 他应该要学学什么 自证 对不对 你如果说赵天宁那时候 出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也可以说 他这个也是什么 身为照片 身为 你知道他这个照片 要做身为的话 比用影片简单太多了 对对不对 他影片他还要有动作的对不对 对啊 所以就变成赵天宁是我觉得是民进党第一个傻瓜 傻瓜第一名 你民进党内部会会遭受民进党诸途中的耻笑 对不对 你也学学郑文燦嘛对不对 你也学学你看看罗智震 不过罗智震实战经验比较丰富啦 他已经也出过 哪一个实战 实战 就是说这些被抓包的经验很丰富啊 2017年没有多久之前 他跟他的办公室的这些助理 上摩铁的事件 他不撑过来了 对 那他一定经过反复的反省 沙盘堆眼 这一次呢 配合民进党的选战主轴 中国戒选 哇塞 自起的逃射纠纷也中国戒选 这还是还口头自证一句话啦 你哪个冲啊 人家花那么多功夫来跟你戒选 对不对 所以你就看了 那就是说 那这个吴昭燮更不要说了 吴昭燮靠民进党吃香喝辣了这么多年 以他的何德何能嘛 对不对 因为那你才看没才看 当然休养没有休养 对不对 那何德何能啊 对不对 四位素餐断了那么多年 他还不就配合他 这套整个论述就是配合他们今天 党中央选战的 选战的基本策略嘛 对 就是中国戒选 所以你看他在做 在外国也告洋状也是这样 就是这样啊 的确 那会不会收效 我认为 事实上 太低估台湾选民了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俊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俊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艺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艺生俊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俊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